民众拍下前方已经陷入一片火海 但是又是一枚炸弹落下 连番轰炸 外媒报导 这里是乌克兰西部的 达克斯坦尼夫空军基地 里面是无人机战队 疑似遭轰炸 俄罗斯国防部也宣布 他们是用长城高精准的武器 来空袭这里 他们宣称 俄罗斯的火箭部队 还摧毁了乌克兰的S-300飞弹系统 过去24小时内 击落了10架军机 乌克兰相信有城市被攻击 机场也被炸毁 总统泽伦斯基再次要求 西方在乌克兰射进航区 以防越来越多俄军攻击 泽伦斯基说他已经一讲再讲 呼吁要关掉俄罗斯领空 不要让俄罗斯的战机有可乘之机 如果西方国家在袖手 恐怕最后就是乌克兰人民 慢慢被杀光